炎帝无祖墓尊三人 便是见到天邪神身上的邪气源流 在注入进那位于肚气的第九墓后 仿佛升华了似的 身上所释放而出的恐怖的劲气 比起之前不知道要强大多少 仅仅只是魔尾扫过 不仅仅是下方的几人下方的灵魔大陆 就连靠的十分接近的几处未面大陆 都是有着崩裂的迹象 那便是黑暗诡异吗 牧尘沉声说道 即使此时 几位超脱圣品层次的强者的灵魂境界 都是达到了大千世界的巅峰 但是 看向天邪神那布满黑暗的躯体时 第九墓所出的位置 似乎比起刚才要更加的黑暗 五祖踏空而利手握着雷帝权杖 远远看着天邪神 管他诡异不诡异的 为了身后所爱之人 今日无论如何 都是要跟这个家伙拼了 灵动怒吓一声 身上的灵力完全爆发开来 硝烟也是微微点点头 说的没错 今日即使是拼上性命 也是要让这个家伙知道 我大千世界 不是你域外邪足可以撒野的地方 说着便是见到硝烟的躯体 顿时被一阵琉璃神光所覆盖 无尽的灵力火海 顿时以一种十分奇妙的方式 灌入硝烟身体表面 那一层琉璃铠甲之中 硝烟双掌缓缓瘫开 感受着这股近乎疯狂的灵力能量注入 不多时 两朵火焰莲花 便是在硝烟双掌的掌心处 明现而出 莲花璀璨一场 闪烁着万千道不同的光泽 看上去 似乎每一道光泽的产生 都是由一道强大的火焰的融入所产生 而硝烟的正下方 则是同样显现出 一巨大的莲花台 硝烟盘盘坐在莲花台之上 头戴地瓜 身披火袍 俨然一副神奇的模样 威压庄重霸气 硝烟轻哼一声 这是我与自身所创的原始法身 初步融合后 所悟到的招式 这些年从未在人前显露出来 今日拿它来对付你 也算是不落了这一招的威名 我将其取名为 炎神 在硝烟的话音落下 一道火影从硝烟的身体之中 缓缓分离而出 这道火影从硝烟的身体分离的瞬间 整个灵魔大陆的温度 仿佛都是置身在了一片岩浆海洋之中 不仅仅如此 仿佛整个大千世界 都是感受到了 来自于此时灵魔大陆的恐怖炙热温度 火影虽然并不是极为巨大 可无论是域外邪卒 还是站在他们最前方的天邪神 都是不敢丝毫小觑这一招 这一招仿佛有着无边之力 随着硝烟一掌轰触 无阻木尊二人 也是开始施展自己的底牌手段 大乾坤 太初完 火影 乾坤星空 乾坤宝珠三者成品自行飘略 而过直指天邪神 三道攻击的速度 并非十分神速 但是其中所释放出的灵力波动 却是有如宿命一般的 锁定着天邪神的躯体 天邪神摇摇看着那朝着自己 飞速攻来的三道攻击 九道邪目磨微大放 那令人看上去 极其害人的邪恶威压 顿时席卷了整片天地 强横的魔器 不过刹那间 便是直接涌动 覆盖了整个灵魔大陆 九木灭界咒 火影帅 星空向天邪神 但是来到天邪神身前之时 那一道火影 仿佛是被一股特殊的邪气屏障 直接挡在了外面 天邪神九道邪目 不停地运转流动着 邪气涌动间 只见天邪神的口中 开始喷射出黑紫色的物质 这些物质 从天邪神的口中喷出 沾染到外面虚空之上 仅仅只是沾染上 灵魔大陆的主体 都是造成了 大陆土地的湮灭 黑暗物质 天邪神轻鹤一声 那些黑暗物质 从其口中快速凝聚而成 形成一道道魔岩 在那一道道魔岩 形成的瞬间 只见灵魔大陆 与其周边的几座下 外面大陆 皆是开始出现动荡 若非在大战开始之前 炎帝无阻 已然让晴天等人 将那些下卫面的生灵 尽数转移离开 或许仅仅只是双方交手 所产生的空间动荡 都是会引起生灵的大灭绝 虚余之间 便是见到黑暗物质 在天邪神的口中 喷射出九道形态各异的魔岩 每一道魔岩的出现 都仿佛代表着一片天地的 法指一般令的整片天地 为之黯然失色 炎神火影影响其中三道魔岩 这三道魔岩联合起来的威力 与刚才天邪神所施展的魔日 根本不是在一个梁层上 即使是隔着极其遥远的诸天卫面 使用世界术卫面之境 观察着此时的灵魔大陆 诸多天至尊强者 都是可以感知到 来自于此时灵魔大陆的灼热 炎帝无祖目尊三人 各自施展自己的大神通 准备应接下天邪神的九道魔岩 萧炎双手有如闪电般的快速结印 炎神火影在三道魔岩的围攻之下 使得那一片虚空 好像在火影的炙热高温 和魔岩的炎击法 随之下开始快速的旋转 那一种高温 就算是圣品天至尊后期 层次级别实力的强者 或许都是会直接肉体连同灵魂 都是被蒸发成为虚无 天邪神施展九目所能展现 而出的实力 已然超出了此时大千世界 诸多强者的想象 就算是曾经的不朽大帝 和天邪神之间的战斗 在此时六人的战斗比起来 也好像小打小闹一般 三位 这是本作最后的一次招揽 若是肯向本作俯首称臣 仲下魔印的话 那么本作或许还真的会选择 放你们一条生路 要战就战 何须多言 放心好 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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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陪到底 五人怒喝一声 阎神火影身上的三朵莲花 开始急速运转起来 剧烈的火影 将围绕在其身前的三道魔炎 迅速施展炎帝附魔绳 捆绑在了身边 感受到来自于阎神火影身体之中 能量的狂暴 那些魔炎 仿佛也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灵质 使得根本不敢靠前 只见那原本约莫 不过三尺的火影 迅速开始迅速集结周围周围的灵力 阎神火影盘坐在距离天邪神 并不是十分遥远的方位 在吸收着周围的灵力之后 身形开始快速膨胀起来 而与此同时 五祖灵动所施展的大乾坤 以及木尊所施展 而出太初玩 与剩余的六道魔炎印碰印之时 也是产生了近乎无尽的能量碰撞 这些能量波动 迅速将包括天邪神 以及诸多域外邪族强者在内的 所有的天魔地层次的强者 尽数笼罩进去 自然也是包括了 炎帝五祖木尊三人 以及整个灵魔大陆 整片未面之境 陷入到白茫茫一片片之时 就见到大千世界 诸天世界的上空 迅速被移倒到黑暗所笼罩中 无数的大千世界强者 看着天空之上 那一道诡秘的黑暗 眼神之中 皆是露出一阵阵迷惑 而那些圣品天至尊层次的强者 则是可以感受到 在这些诡异的黑暗之下 则是有着一层淡淡的九彩屏障 正在护住整个大千世界 那九彩屏障所释放出的气息 和当初的炎帝五祖木尊三人 所凝聚而成的苍穹榜 有着十分相似的气息 那些黑暗物质 看上去和域外邪族十分相似 但是 身为对于域外邪族 十分熟悉的大千世界强者 十分确定 这些黑暗物质并不是域外邪族 守护世界术的青山剑圣 看着出现异常变化的世界术 然后 看向虚空疑惑到 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上去 它们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事的 那些黑暗物质 似乎也是在等待着 此时无与临摹大陆之上的结果似的 可当白光闪过 此时空空荡荡的临摹大陆之上 仅仅只剩下身形狼狈的天邪神 和炎帝五祖木尘六人之时 那原本 盘踞在大千世界诸多位面之上的黑暗物质 却是猛然间消散在了云层之中 刚才那股力量 究竟是什么 似乎不仅仅是想要 对我们动手 仿佛那些盘踞着 域外邪族大军的下位面大陆 也是被这股黑暗所包围 难道不是域外邪族的手段吗 刚才的黑暗 或许还可以理解 为天邪神的魔位 可此时看着同样显得 十分狼狈的天邪神 无数大千世界的强者 皆是回过神来 刚才那遮天蔽日的黑暗物质 并非是域外邪族的手段 此刻的域外邪族 诸多大族族长 已然在双方的交战之中 化作了灰烬 地雁 乾坤星空 宝珠三道能量 皆是消耗殆尽 而天邪神所凝聚而成的九道魔言 看上去也是残破不全 天邪神的嘴角处 流出如细蛇般的黑紫色鲜血 脸上五道纯黑的眼眸之中 显现出滔天恨意 当初是不朽大殿 如今又是炎帝五祖目尊三人 突然间 只见到位于天邪神肚气之上的第九幕 掀起阵阵的如同失控般的邪气风暴 朝着炎帝五祖目尊三人的方向席卷而去 但是这一阵魔威 对于三人而言 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 便是见到三人轻轻挥动了一下手掌 便是轻松将这股魔威镇压了下去 硝烟同样是擦掉了自己嘴角上的鲜血 天邪神 我大千世界不容你 从哪来回哪去吧 灵动则是紧攥着拳头 你这该死的 百分号 人民币 百分号人民币紧耗 百分号紧耗百分号 今日必然要百分号人民币 紧耗人民币百分号 三道牧尘相视一眼 身怀万古不朽身的牧尘 轻横一声 曾有不朽大地阻拟 如今我大千世界 仍然会有着无数强者阻拟 阁下还是死了这条心马 但是天邪神似乎并没有理会 三人究竟在说些什么 而是自顾自的低声 仿佛是在和自己的第九只眼睛说话似的 怎么 你难道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带到我拿下这大千世界 这大千世界一半的世界核心归你 你助我返回天元界 如今 你难道想要返回不成 见到天邪神的低声细语 炎帝无祖目尊几人 皆是面面相去 不知道天邪神要搞什么名的 一切都听你的吧 既然已经失去了一切 那么索性便疯狂到底吧 天邪神突然抬起头 看向炎帝无祖目尘三人 沉生说道 你们认为九目变是本作的实力了吗 今日便让你们好好看看 本作真正的实力 魔际九目 开 石目 什么 听到天邪神的话音 无论是硝炎 还是灵动牧尘 皆是愣在了原地 石目 九目居然还不是天邪神的修为 最巅峰的状态 硝炎沉生说道 只见到天邪神咬破手指 黑色的蛾血燕 顷刻间喷涌而出 三位超脱圣品层次的强者 便是见到那天邪神 居然顺着九道邪目的方位 开始鸣刻起 特殊类似于灵阵的特殊阵法 牧尘乃是战阵师 对于灵阵 自然是十分的敏感 虽说牧尘并没有见识过 天邪神此时所鸣刻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阵法 但是他却是可以十分清晰地感受到 自天邪神开始鸣刻着阵法开始 天邪神身体之中 那极致的黑暗 似乎开始不断地聚合起来 快阻止他 牧尘大喝一声 可下一刻 就见到从天邪神身上 释放出而出的恐怖魔微顿时 将五人同时震飞了出去 庞大的邪气波动涌动 这股力量 仿佛已然与之前天邪神 迅速开始扭曲 那九只邪目同时紧闭 随即便是见到天邪神的 整张脸旁的正中心位置 掀起一道宛如漩涡黑洞般的眼眸 这一道眼眸 看上去诡秘异常 即使是位于各个卫面大陆 在利用卫面之境 看着这一场大战的诸多圣品天 至尊层次的强者 在看到这一道诡异的邪目之时 众多强者都是感觉到 自己的灵魂 被这一道邪目吞噬了部分似的 没想到 就连九目都不是天邪神的极限 当九目融合成为第十目的时候 大千世界各个卫面大陆的生灵 皆是陷入到了绝望之中 难道是天要往我大千世界吗 不死之主悲愤说道 九目的实力 已然是让得炎帝五祖目尊师 斩全身解数 才能勉强占据上风 集合五道超脱圣品的实力 已然是大千世界旷古朔金的壮举 没想到这种实力 在天邪神的面前 还是不够 现在怎么办 牧尘沉生寻问道 原本目光如鹰损一般尖锐的灵动 这个时候 倒是脸色稍稍缓和些许 还能如何 和这个家伙拼了 最坏的结果 不就是死吗 可即使是死 老子也要拉着这个家伙做垫背 萧炎文言 轻声笑道 那就放手一搏吧 炎神 大乾坤 太初完 便是见到炎帝五祖目尊五人 再次凝聚出三道绝世攻击 朝着天邪神的方向猛然杀去 即使此刻五人有着世界伟力的加持 但却十分有限 只有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氏和名 才可以毫无节制的施展大千世界的世界伟力 这一招 也是目前炎帝五祖目尊等五人 可以施展出来的最为强悍的一击了 石木天邪神 远远飘零在天地之间 身处于一片苍穹虚空之上 俯瞰世间 就如同一尊人间炼狱的恶魔一般 垂涎着世上的一切似的 面对那三道足以看上去 似乎可以湮灭一切的攻击 便是见到那现如今 仅仅存在于天邪神眉心处的第十幕之中 猛然蹦射出一道 看上去并不是十分强悍的黑色光流 这一道光流 如同喷射的清泉一般 清澈可以看见黑色的光影 但是 从直到与那炎帝五祖目尊三道极端恐怖的攻击 碰撞到一起 才是真正感知到 这股黑暗物质的强大 什么 硝烟不可置信的看着那一团黑色的物质 凭借硝烟的灵魂感知 他十分清晰的可以探查到 这股黑暗物质 三道攻击居然直接被那一道黑暗物质吸收了进去 没有掀起任何的能量波动 只见到天邪神第十只邪目 扫向炎帝五祖目尊五人 旋即从眼眸之中 蹦射出一道灭世魔光 凡是目光所及之处 临近了几处卫面大陆 无论是上卫面大陆 还是下卫面大陆 皆是完全湮灭 甚至有些卫面大陆上面 还存在着不少生灵 可是等待他们的 仍然只有灭亡 炎帝五祖目尊等人 看着天邪神造下的杀戮 举手投足之间 便是斩杀了数个大卫面 无数生灵 这等杀孽 就算是见惯了生死无数的炎帝五祖二人 都是觉得一阵心悸 萧炎走上前 天邪神 你妄造杀戮 难道就不怕天前吗 只见到天邪神丝毫不在意萧炎所说 为了开启第十幕 本神已然将九幕和生命 献祭给了那个家伙 只要得到了大千世间 本神便需要 将一半的世界核心交给他 反正被他得到后 这些生灵的下场 也是死 倒不如本神给他们一个痛快 不过放心 等本神斩杀了你三人 那剩余的一半大千世界生灵 仍然可以匍匐 在我域外邪族的脚下生存 闻言 炎帝五祖目尊等人 眼神之中 除了震惊之外 还产生了些许的疑惑 那个家伙 居然可以让天邪神 都是不得不 将自己的九幕和生命陷阱 才能召唤的家伙 究竟是何等的存在 不过 现在五人可是没时间思考这么多的东西 便是见到硝炎灵洞二人转身 看向身后的虚空 那正是无尽火域的方向 和武尽的方向 是时候了 硝炎兄 灵洞笑着说道 硝炎则是微微点点头 既然做好了准备的话 那么也算不上夭折了 说吧 便是见到炎帝五祖二人 并没有多说什么 身体之中的灵力 竟然开始狂暴起来 俨然一副强弩之末的样子 牧尘 你退开 我和你灵伯伯 还有一招独门密集 还没施展出来 硝炎轻声笑着说道 牧尘毕竟不是傻子 自然是可以看出 炎帝五祖二人的打算 而与此同时 天蝎神见到 炎帝五祖二人身上 狂暴的灵力 似乎是回想起 当年不朽大帝的疯狂 轻横一声道 想要学当初的不朽大帝 燃烧生命本源 和本神同归于尽吗 今时不同往日 你们二人莫非觉得 本神会给你们这样的机会 不过 就当硝炎和灵洞二人 准备动手的时候 牧尘却是拉住了二人的手 萧伯伯 林伯伯 二位前辈莫及 事情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 硝炎有些疑惑地看着牧尘 什么意思 现在可是万分紧急的关头 即使硝炎灵洞二人拼的自爆 也未必可以击杀 或者成功封印天邪神 之所以留下牧尘 便是想着封印天邪神 为牧尘争取时间 从而让他有充足的时间 在苍穹榜上留下性命 便有足够的力量 斩杀天邪神了 何意 灵洞也是同样问道 只见牧尘额头上 那代表着世界伟丽的纹理 闪烁出淡金色的光辉 原本被黑暗所笼罩的虚空 顿时破开一道九彩斑斓的光幕 苍穹榜 刚刚还想出手的天邪神 见到苍穹榜的降落 顿时也是收敛了一些 此时的他 并非是不敢对苍穹榜出手 而是没到时候 苍穹榜 乃是大千世界的意志 若是贸然对其动手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起大千世界的反噬 对付炎帝五祖木尊 已然耗尽了他全部的性命 他现如今 可是没有任何的其余手段 去收拾苍穹榜了 难道 你想去在苍穹榜上留下全名 萧炎惊声说道 灵洞站在一旁 也是愣住了片刻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如何才能办得到 苍穹榜分为姓和名 留下姓氏 已然是难如登天 若是想要留下全名的话 则是必须需要岁月的积累才行 我不知道 你如何才能填补上 岁月沉淀的空缺呢 下一刻 萧炎便是转身 看向另一边虚空之上 只见空间猛然震荡 强烈的音爆之声 响彻整个未免空间 但这种级别攻击 虽说也是超越圣品的存在 但是 被此刻开了拾目的天邪神而言 却是没有半分的功效 又见 两名实力达到了超脱圣品层次的龙袍 以及凤袍牧尘 出现在了萧炎灵洞的跟前 看着黑白牧尘和牧尘 此时的牧尘 可谓是以一化五 成就了五道超脱圣品的境界层次 每一道分身 虽说比起炎帝五祖 都是弱了些 但是 若是五道分身 联手的话 即使炎帝五祖二人 都是要落了下风 炎帝的灵魂感知 何等强大 仅仅只是一眼 便是看出 龙凤牧尘 并非是寻常分身 同样也是修炼了 原始法深夜神谷体 和荒足体 不然也不可能成功达到 超脱圣品的层次 一身五脉 五道超脱圣品 层次急于一身 或许真的有可能做到 硝炎惊喜说道 放心去做吧 灵动笑着说道 即使硝炎有想过 牧尘的仪器化三清之术 可以做到分裂出 另外两道分身 并且 另外两道分身 也是可以修炼原始法身 但是如今 除了黑白牧尘之外 又是多出了 两道龙凤牧尘 这倒是出乎了硝炎的意料 硝炎的灵魂境界 目前而言 还是三人之中 最为强悍的主宰境界 就连灵动和牧尘 也只是超脱了虚境而已 并没有真正达到硝炎的这个层次 也正是如此 硝炎这个时候 才能十分清晰地看见 牧尘身上 那真正所释放 而出的气韵之力 随即下一刻 便是见到硝炎 转身看向虚空之上的苍穹榜 低声难难道 这便是气韵之力真正的妙用吗 不过沉淫了片刻的时间 硝炎便也是笑着 拍了拍牧尘的肩膀 那你就放手去做吧 有着苍穹榜的庇护 那个家伙不会轻易对你 或者是苍穹榜动手的 牧尘微微点点头 五道身形一闪遍 是来到了那苍穹榜之上 那天邪神的第十目的目光 也是追随着牧尘 一起来到了苍穹榜之上 只是那蔑视魔光所产生的魔微 却是在接触到 大千世界苍穹榜的瞬间 被一股无形的世界之力 直接消融了去 五道原始法身 这怎么可能 一个人怎么可能修炼 五道原始法身呢 天邪神的声音 近乎是疯狂 但是在这股疯狂之中 却是多出了几分无可奈何 萧炎远远观望着 此刻的天邪神 亦或者说是他的第十目 那股极致的黑暗本源 才是此刻真正掌控着 天邪神的主人 天邪神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若是还不走的话 可就真正没有机会了 萧炎眼睛轻轻贴向 开始在苍穹榜上 开始鸣刻的牧尘笑着说道 我承认你的强大 但是在我大千世界的主场 你是没有机会赢过我们的 若是在紧接着执迷不悟的 等待你的 也只有被斩杀于此 灵动的面容十分僵硬说道 若非是此刻 开始写下全名的是牧尘 并不是他 或许他真的会直接将 域外协族的人都杀个干净 一聊百聊 天邪神 第十目 看向炎帝无阻二人 就在这时 二人突然发觉 天邪神的声音 似乎变了些许 这大千世界的气域 还真的是十分恐怖 可惜本作 基于了这么多年 都是无法将其撼动 不过 既然本作已然在此地 花费了数万年的时间 去侵染大千世界的 世界本源的话 现如今更是连同永恒无尽的生命 都是陷阱了 你让本作就这样轻言放弃 未免有些太过不切实际 就在这时 便是见到整片虚空 开始崩裂开来 原本坚弱磐石般 不可撼动的苍穹榜 竟然开始出现了思思动荡 牧尘的武道原始法身 开始疯狂燃烧 旋即黑白牧尘 龙凤牧尘的身形 快速涌入到了 不朽牧尘的身体之中 一时间 五座代表着大千世界老牌的 五座本源之力 原始法身 融合成了 为了一座新的原始法身 进入到了牧尘的身体之中 看着那一座 散发着神圣气息光芒的原始法身 无论是炎帝无阻 还是大千世界的诸多生灵脸上 都是露出了无比激动的神色 因为 从那一座原始法身之中 硝烟灵动二人 感受到了新的高度 那种高度 正是凌驾在自己级别之上的感觉 仿佛一瞬间 便是有了十分明确的前进目标 请各位助我 无尽火运 武镜 天罗大陆 剑狱 大千宫 北荒之秋 无数未免大陆诸多强者 皆是释放自身的灵力 似乎在某一种世界伟力的引导之下 破开空间 冲进牧尘的身体之中 硝烟和灵动相视一眼 微微点点头 旋即一朵小火莲 和一块石符 出现在手中 也同时朝着牧尘的身体之中注入 在得到了所有人的力量之中 只见到原本困住牧尘的那苍穹榜的世界之力 仅仅只是支撑了片刻的时间 并是完全崩裂开来 任由牧尘在上面写下了最后一个字 陈 雄魂的世界伟力 将原本牧尘额头上的世界名文 明刻完全 此时此刻 硝烟明显可以感知到 牧尘的境界 真正凌驾在了圣品之上 那种感觉 宛若主宰 自此以后 圣品之上 单为主宰境 大千世界 万道争风 无为大主宰 每一字的落下 都如同神奇凌空 斑步法指 一般在这天地之间 布下天线